北京时间6月3日 中超联赛第11轮结束了一场焦点大战 高居联赛榜首的上海海港 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 主场0比1被成都荣城绝杀 这场失利也让上海海港遭遇了赛季首败 比赛中吴磊的一次摸头杀引人关注 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第八十分钟的时候 吴磊不停球直接打门威胁并不大 荣城门将胸部停球后稳稳控制了足球 本来可以直接发动进攻的张岩 突然抱住足球趴在了地上 他或许是看到吴磊要上前逼抢 故意做的拖延时间的举动 就在镜头回放吴磊此前这个射门时 成都荣城门将突然捂着头 痛苦翻滚一幕出现了 一边是捂着头躺在地上的张岩 另一边则是满脸尴尬微笑的吴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镜头交代得很清楚 那就是张岩看到吴磊上前 他抱住足球趴在了地上 觉得对手故意拖延时间 吴磊随即上前质问 并且用手对张岩进行摸头杀 张岩在停顿了半秒 突然捂着头在地上翻滚了起来 或许自己都觉得演得有些夸张了 张岩在翻滚表演后 在裁判过来看完后 自己尬笑着站了起来 张岩在这边